欢迎来到天青卫视大型工艺员 孟兰姆幸福来敲门 我是图磊 欢迎我们的四位幸福观察员 来认识一下他们 贝拉山谷的创始人浩颖 华一嘉庆首席娱乐观 达令APP董事七伟 梅尔木眼科医院院长叶子龙 六人游合伙人潮汐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 感谢优酷网古斗网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举例对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世纪家园对于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幸福心愿 谁有人 欢迎订阅 即时订阅 比较 疾 因 maple 感谢 反 时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徐国元 我今年28岁 我来自江苏元城 我的身高1米12 1米12 来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张欢 我来自山东 今年30岁 身高是2米38 我们是天地男儿组合 为什么叫天地男儿组合 因为一个高一个矮 一个顶天一个立地 这个立意不错啊 一个顶天一个立地 对 你比姚明还高十几公分 高12公分 什么叫最萌生高差 这才叫最萌生高差 接下来我有一个请求 一直以来我很嫉妒 屈威长得很高 屈威你给我过来 除了以前特别不喜欢跟我站在一起 你来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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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太过瘾了 太过瘾了 哎 很过瘾 哎 来 回去坐吧 你们这组合除了走秀之外 还会别的吗 别的才艺 呃 表演魔术 你还能表演魔术呢 对啊 表演魔术要特别灵敏吗 手大一样灵敏 我的天哪 哎呀 人类真奇妙啊 表演魔术需要道具吗 呃 有 自带的 好的 来 有请 锁啊 锁 嗯 来 老师 嗯 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钥匙在这儿 你帮我把锁打开好吗 把 把锁拿下来 还有这一个 检查一下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老师麻烦你帮我把包锁起来好吗 把你锁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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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帮我拿好了 好嘞 没问题 来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吗 很严实 很严实 我试着 我试着能不能把他拉出来啊 看他啊 哇 老师你帮我锁太平了 哇 哇 怎么出来了 看他都 走到都有印 不错不错 好不定啊 哈哈哈哈 老师都怪你啊 没看出破绽 是是是 非常棒 帮我解开还是我自己打开呢 一定打开吧 打开啊 是啊 没意思啊 那怎么办呢 就那么简单 哦 哈哈哈 不错不错 谢谢老师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哇 这手好大啊 谢谢 来 谢谢啊 你变得魔术他会吗 各有各的才艺 对 各有各的不同 还有啥本身 看我的 咱俩配合呗 啊 行 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问题是吧 来 双手伸出来 对 对 这样啊 看好了啊 照这个样子 你包了给绑起来 哦 打死结吗 对打死结 哦 真打死结啊 真打死结啊 我可真打了啊 真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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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来 从下面这个抓 抓这个短子 对 抓这个短子 对 跟那个抓在一起 这样啊 把那头绑在腿上 绑我腿上 对 绑你的腿上 我不是做点自负吗 我这叫 帮死结吗 张继结 哦 嗯 站好了啊 站好了 站好了 站稳了啊 来 对对对 对对对 干嘛呢啊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嗯 你个笑皮精呢你 你笑皮精啊 很结实 结实是吧 对 看好啊 嗯 一 二 没故意呢 哎 我看看 是不是还是完整的 还是完整的吧 怎么出来的 看这也没有问题 我看看 你手断了 我没断 没事啊 好了 嗯 啊 真奇妙啊 来来来 给他们家掌声 嗯 好 说实话 虽然这魔术当中的奇妙 我们无法解读 但是我们更加惊叹的是 由他们俩表现出来 这效果非同一般 啊 我觉得你们俩挺快乐的 应该没啥心愿呢 嗯 有个心愿 有啊 那接下来心愿 由谁来吐露呢 徐克远 我说 你来说是吗 好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们的幸福心愿是能开个火锅店 能让像我们一样的人一起来参与到这里 来请回 这也不算啥心愿开火锅店不挺正常的 那不一样 开那个那种带演出的方式的 哦 有演出的方式 边看边吃 对 因为那个 呃 我想像我们这样的嘛 也挺特别的 找别的工作也不好找 所以说呢 希望呢 我如果要是能开个火锅店 那让像我们这样的 找不了工作的 会演出的也可以到我们那边演出 不会演出的也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哦 那那个火锅店应该是百花齐放啊 啊 像你们类似于这样的比较特别的人士 真的找工作这么难 嗯 真的可以难 这个特别难 啊 因为我就是这个很特殊一个例子 啊 因为我呢 从出生就是11斤6两 顺产吗 顺产 你妈妈真伟大 哈哈哈 然后呢到12岁已经达到1米92了 你应该去打篮球 我从12岁开始打篮球了 啊 打了有7年 到了19岁呢 因为有一场比赛 把腰摔了 哦 当时就是因为摄的很重 只能退役了 退役了 退役了找工作 下工厂 工厂那个里边那个空间比较小 我进去人家走路就没法走了 嗯 然后到做保安呢 就个子也不太合适 到以后又上酒厂 啊 也没毛走 哦 我说他其实挺灵活的 你看他变魔术多灵活啊 是 如果你要不是腰伤的话 如果腰伤的话 那肯定是大灵魂 你早就进国家队或者进NBA了 我啊 对我以前就在上了东方 哦 你以前跟姚明是一个队啊 嗯 一个球队 那现在一看不行了 你是不是伸着手就能摸到篮 嗯 现在伸着手到这儿 来吧 那你还打投什么篮呢 哈哈哈 你呢 我早就 你以前干嘛的 我以前也是在场里面 嗯 就是那个做那个紙箱厂嘛 嗯 那个是多劳多得 那我手小 也做不过人家 一个月下来 攒不到200块钱 嗯 这来咱就做了一段时间 也就不做了 哎 那你们什么时候碰着一块 嗯 我们是有三近五年了吧 徐贵员 啊 但是我是在江苏岩城那边做活动 啊 前面就是马路 然后呢我们在做活动 听着一个摩托车 从对面开过来 开着就开变音了 声音无误的 嗯 然后开过来呢 但从前面看 根本没有人 所以有一个感觉 没有无人开了 无人驾驶 对 无人驾驶嘛 然后等到摩托车开不去 之后有个就是徐贵员站上面 哎 咋这个小孩怎么开那个摩托车啊 啊 但是那个老板说的 他这可不是小孩 这可是小大人了 啊 他过来玩嘛 我们直接把他给逮 那个把他逮五去了 啊 一块吃个饭 留了个联系方式 从此两人就认识了 从此那时候 开始想办法怎么组合一下 正好一个天地 一个天地男儿组合 你这样组成的 就两个这样的人 因为各自的原因 导致到他们无法正常就业 所以他们凑在一块 他们说的好像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 他们刚刚凑在一块的时候 肯定有他们的酸甜苦了 呃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 你们因为身高的原因 在生活当中 总是会历经艰难 所以 但我们肯定不知道 会有多么难 具体有多么难 我特别质疑一下 你这样怎么上飞机啊 飞机上空间本来就小嘛 对 有时候成员 给我调三个位置 我这样鞋子坐 关键上厕所咋上啊 这个你别提了 这是一大丑子 你别说你 就我们自己上厕所 都感觉那门特别低 有一次那个到上空了之后 我想上洗手间 进不去 就给那个成员说呀 你能帮我找几个男士吧 啊 把那个围起来 围起来 我在外面 啊 只能是这样 你别对着我啊 啊 我有点害怕 他直接把我围起来之后 我在外面 没想到成员给大家一说 大家请注意 不要转头往后看 啊 这一句话可不得了了 全都往后看了 啊 我们虽然说这事的时候是笑着的 嗯 但于对他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困难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说打出车 那更不好打了 车一看到我那么高 拉不了拉不了直接走 连停都不再停的 我话说实在的 谁敢不拉你 哎呀 你小舌头一勾把他的车后面抬起来 走不了了 人家的车不停啊 我想勾也没办法呀 哎 有时候那个电梯门你可知道有多爱啊 啊 我站在能顶多能到这儿 对啊 我看电梯下来了 我直接上去一挡 直接挡在这儿 人家就看见一个没头的 有人那个拿着手机在玩玩玩 往前一走 响 直接撞我肚子上了 一屁股坐地上去了 哇 直接就上去了 他还挺顽皮 说完了高的苦闹 我们说说矮的苦闹吧 我的苦闹啊 刚才张芳说过了 他坐车有难度 你打地址也有难度吗 我打地址也有难度 你有什么难度呢 关键人家一开始都以为是小孩 不断 但小孩不敢断 后来到最后没办法 我只能想个个办法 我晚上嘛 一只手拿着100块钱 一只手拿着手机 我把手机灯开了 我这样吵 一边招一边也是赚钱 那钱招人 这你想出来的招 除了出租车还有什么苦闹啊 别的还有就是买那个火车票吧 然后车票员我看了一下 说你走吧 你不要买票 对 他说我免票啊 对对对 他说我免票 我心里就有点高兴吧 我不要买票 他来到那边捡票口那边 人家说你票呢 我说那边不要 我打费是免费 说不行 你还得去组个票 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遇上这一类的人 为什么不能多帮助帮助他 让人家跑来跑去 他要一直坐火车吧 坐火车就剩下五分钟 火车就开了 火车上是上那个火车那个地方 没有电梯 我拎的箱子比我人还重呢 然后我根本拎不上去 他上楼梯根本上不去 后来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后来我就站了一台一台的往上拖 拖到第三个台阶 我实在拖不动 站了歇一会儿 一看来了一个人 他连跑带走的 我说你好你好 请你帮我那个相对他一下好吗 我没时间我赶火车呢 跑了以后 然后又来了一个 说你好 请妈妈帮我相对他一下好吗 说我没时间 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嘛 我说有的时候 有些人怎么那么不爷们儿 有那么敢嘛 就一带会儿的事儿 但你应该跟孩子玩的挺好的吧 孩子 看到小孩我就离 我就离得远远了 为什么呢 你们都差不多高啊 是差不多啊 小孩不懂事 说那些难听的话 也不好撒除 所以说不但是人欺负我 现在好了 现在你们两组合在一块 天地男儿的组合 什么都方便了 现在没人敢欺负了 你们俩在生活当中 是朝夕相处吗 对 那你们什么这个吃住行 洗衣服之类都在一块 都在一块 你们俩谁勤快点 肯定是我了 因为有一次我看徐贵延 这个衣服脏了嘛 他洗 他的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特别小 然后他洗衣服直接搓两下 洗之前是什么样 洗之后还什么样 没变样 但之后没办法了 我就给他重新搓了 现在你都给他洗 到后来这小子开始变差了 啊 袜子 内裤 直接塞我了 塞我衣服里面 我到洗之后 哎 一般还有个小袜子 小人的裤 别扯不容量 不是让你洗一份内裤就说 你好意思 你好意思 内裤让人洗 你忘了一洗也就算了 哎 手小戳不动 哎 你下次给他洗完了 给他内裤上放点新人掌刺 啊 他们俩年纪也相差不大 一三十一二十八啊 然后彼此因为自己身体上的问题 两人凑一块 我相信这日子呢 虽然有苦 但一定也有钱 嗯 但是这眼瞅得快三十二厘了 待该找女朋友了呀 有时候呢 就是在那休息嘛 啊 和几个美女一块玩玩魔术 没想到最小的最最坏了 嗯 我在那玩魔术 她在那边给我猜猜 谁 谁猜猜谁的猜啊 你说呢 哈哈 我 我在那表演魔术啊 那些女的呢 就一直围着我转 她一个人就坐在那玩手机 啊 玩玩我在那表演魔术 她就说 就我也会 啊 人家女的就跑过去问她怎么变了 到最后 全让她招有过去 你的意思是说 本来你喜欢的女生 啊 全部都被她吸引过 对啊 你平行呗啊 啊 这没办法 啊 这小子太花 啊 好 我们听说了这天地组合的 一套一套的苦恼 但是呢 他们今天的心愿不要忘记了 想开一个火锅店 希望有一个平台 能吃 能看 能够让更多像他们一样 特殊的人 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梦想 能找 对 来我们听听四位嘉宾的意见 来 我非常看好你们的项目 达零APP 倒是愿意帮你们去筹集 在完成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 具体的呢 我们底下再来聊好吗 谢谢 比如说我们如何选店 如何经营 包括有一定的计划 这我们是要看到的 好吗 达零APP 全力支持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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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个 像我 我向来自认为自己是暖男 所以说我一般不愿意给别人泼冷水 但是呢我想给两位泼一泼小小的冷水啊 是因为这个像这种火锅店 可能你们刚开始有一个噱头 但是真正能持续经营下去的话 这个噱头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呢 经营火锅店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 因为火锅店的竞争压力是特别特别大 不是说因为我有一个这个服务员的高矮 人家就会愿意到你这个火锅店里来 所以说这也是我一个善意的提醒 其实要给这些身高有特殊的人 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如果说你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愿意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去寻求一份工作的话 我可以去帮忙去提供我 我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源 所以你看 虽然在生活当中遇上一些 无视你们的人 或者是不愿意给你们实施帮助的人 但其实大部分人内心还是热心的 好吧 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 火锅店能很好的开起来 好吗 好 来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谢谢 来 牵着你的哥们走吧 好嘞 好了 走了 谢谢 身高2米38的巨人张欢 和身高1米12的秀真人徐国元 在择业的过程中 亲身感受到了就业的困难 他们最终选择了自主创业 希望像他们一样 身高特殊的人都能够自食其力 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钟国强 来自四川罗州 今年28岁 来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女朋友的父母 能够接受我们两个在一起 好 请回 怎么 碰上麻烦了 千万别把我们当枪使哦 就是我女朋友她父母 我不太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 你女朋友来了没 来了 你女朋友叫什么 叫少林 少林 来 我们掌声有请少林 你好 少林 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我叫少林 来自四川内江 因为我患有先天性的成果不全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很不丰满的 我失去了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也失去了一个正常的就业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我既然依然活着 我就要活得有尊严 所以我选择了爱或者是被爱 你是个文学女青年啊 我只是在自学当中 看来你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还是很详细的 是吧 这个旁边这个臭小子是你的 男朋友 她今天来说幸福心愿是 让你爹妈同意你们俩在一块 对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网上认识 就是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有电脑上网 可能她是我的第一批网友吧 你们都已经11年了 咋认识的呀 在网上视频啊 就这样聊QQ呗 聊QQ怎么就聊上她的呢 就我加那个Q好友 无意中加到就有少林 就开始聊天 那个时候我不怎么会打字 我就叫他教我打字 你在网上遇上一陌生网友 对 你向他拜师求义 让他教你打字 你打字可以去参加培训班呢 你不觉得这个人很莫名其妙吗 让你教他打字 很认识啊 网上什么能对 对啊 他不是好人 是吧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网上而变得相爱了呢 是相爱的话就是说在一三年 一三年的时候 什么 零五年一三年 这隔了多少年 隔了八年 对啊 你这八年中间都没有联系啊 偶尔有联系 偶尔有联系 就是零五年的时候没有向你表白是吧 那个时候就说网友 没有 一三年怎么又表白了呢 嗯 就在一三年跟女朋友分手 后来又跟他一起聊天 他跟你诉苦是吧 你安慰他 就最后一直加我嘛 因为他QQ老调 就是老是被盗啊 或者说有的时候换QQ啊 就每次他都会加上我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过分的念旧的感觉 嗯 老是要加他干什么 老对他念念不忘干什么 因为感觉他和别的那些网友很事不同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说话这些很有礼貌 而且是很有羞养的一个女孩 而我感觉他 你身边的网友都很没礼貌 那些因为他从来不问我那些现实 现实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叫现实的问题 他说你今年多大在哪里上班 工资有多高 做什么工作 我明白了 他从来不问 给了你一种无形的舒缓 没有压力 所以说我 所以你愿意跟他聊天 所以你对他无话不说吗 差不多 也跟他说了你的那个女朋友吗 他就冲当你某种人生导师 我跟他说了一些有关我这几年 跟前女友的一些事情 他不断的看到我 他说算了 分手就分手了嘛 他慢慢慢慢的就会遇到一个好的 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 就是知道他的这种状况了呢 他知道他这个状况 我就是去他家里面看到 那是哪一年的事 就是13年过年那月二十 二十五 你们为什么要见面 二十五那天 之前我跟他表白说我暗恋他很久 他不相信 他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他就说去到我家里面来 在我家里来一趟 他说你来千万别吓到 你不怕再见到一个真实的你吗 我不怕啊 我们在一起聊天 那么多年当中 我有跟他提过我的身体状况 因为我在讲述我的这种人生 心理当中我肯定就说出来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创业啊 然后生活这种压力啊 跟自己家里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你也跟他说心里话 对 说一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情形 第一次我去见到他 完全没有想到身体状况 完全舒服我的意味 你之前为什么不提一次视频呢 有视频但是 不是全貌 不是全貌 那是一次破釜沉舟的相见 当时也没有这样想得那么复杂 认识很多年嘛 我也觉得他给我的印象 和我的感觉是个不错的人 反正你见了他 然后你做出了什么举动 你退缺了吗 没有 还是没有后悔 那现在为什么他父母反对 你们俩在一块 他父母一直都很反对 我们俩在一起 怕我照顾不好他女儿 他亲戚啊 还有他那些朋友那些 不相信我 我今天说不相信时间能够证明啊 凭什么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问一下少林 你之前在网上聊天对他印象不错 对吧 见了面之后这个印象还是一样的吗 还是有改变 差不多 我只是比自己想象到中感觉他缺要老实一些 就是那种农村人类那种感觉 那挺靠谱的呀 本分嘛老实嘛 按道理来说应该更加深对他的信任呢 为什么你父母反倒不放心他呢 反正就是除了亲戚之外的 他们都不太相信 他们都觉得别人像坏人一样 那这倒是可以理解的 谁都不放心 别的男人能够照顾好我的女儿 这倒是 这些年来一直是父母在照顾你 对 你今年多大年了 29岁了 他比我大半年 半岁 父母很反对嘛 就好像觉得你引狼入室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 引狼入室 对 他们就想这么严重 我的天哪 就是这么恐怖我觉得 他后来带着他弟弟到我家里来 我父母都不放心他住在我们家里 就那种感觉 我们说老人的眼光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为什么这么严重 来我们连线一下少林的妈妈 你好 你好 您是少林的妈妈吗 我是少林的妈妈 我这里是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的录制现场 您的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就在我身边 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好 听她的男朋友说 你很反对他们俩之间的交往 是吗 是 因为我少林生活不能自灵 他连自己的照顾不灵 那为什么反 因为我辛苦照顾了他二十多年 我只是想我们以后老了 就还有他妹妹会照顾他 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我想问一下 中国墙这个小伙子 您印象怎么样啊 我不赞成 我怕他是骗子嘛 那骗子要么就涂财 要么就涂色 你觉得这个中国墙他涂什么呢 我去年的时候啊 少林就跟他聊天说过 我们的网吧要转让 他不是 真心和少林交往的 你觉得这个中国墙是图少林转让网吧的钱是吗 嗯 还有 我听到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孩子 中国墙有个孩子 他还没有结婚嘛 就生了一个孩子 我感觉他不是个负责任的人啊 我一个少林说 我说少林你不行 不能跟他一起什么 但我少林就不高兴 就说妈妈你就不要阻止我们 他说还要跟我钻进阻止关系 行那谢谢你 谢谢少林妈妈 再见啊 嗯 电话里面说出三个问题 咱们一一来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 他说那个网吧的事是怎么回事 那网吧出了我09年的时候 是我妈帮我开的 当时我妈给了我一万块钱 然后因为我网吧开钱的时候生意不错 我表哥非要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 一个月就把他入股的那一万块钱给拿走了 就这样一直拖到 我男朋友一直在我身边的时候 他才肯走掉 现在网吧还开着吗 现在我们两个自己重新开了一个网吧 我们两个重新设账 即使数量变少了 以前的那个网吧 大部分就给我表哥了 这另起炉灶的这个网吧 是两人一起出了钱吗 我们通过朋友嘛 在电脑船里面设的债 这样慢慢去 除了设账之外没有投入吗 那个当时因为 我训练的时候 因为生那个孩子 然后花掉了 你生那个孩子 对 这事儿越来越来越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说网吧 就网吧这个新的网吧 那么现在这个债务是寄在你头上 还是他手上 我们两个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花 现在网吧基因效果怎么样 只能够日常开支 那有一点我特别奇怪 既然 网吧已经全部给表哥了 你们是另起炉灶自己开的网吧 为什么你妈妈 还质疑他贪恋你网吧转让的钱 但是他说是以前的那个 他是说以前的事 对 是吧 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吧 这个事过去 说孩子 你一个孩子 我的天哪好复杂 先说你这个孩子好吗 你有过婚姻 我跟他的孩子 我们两个的 你跟他的孩子 对啊 你跟他说的这个孩子 是你妈妈口中的那个孩子吗 不是 他前女友是那个儿子 然后我们两个又有一个孩子 你之前有个孩子 对 你结过婚吗 没有 我跟前女友办结婚证的时候 就有了孩子 这样就一直拖着拖着 结婚证没有办 孩子先生 生肖来三个多月 他就走了 那孩子现在跟谁 现在跟我 那孩子现在多大 现在三岁 三岁半 谁在带 像小孩他来来带 事实上 他妈妈也没说错 你是没有负到做父亲的责任吗 不是你在带吗 没有 三岁之前他没带 现在跟着我们两个人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跟他结婚 你现在在充当一个后妈的角色 差不多 那你们之前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嗯 一个意外吧 我就想 如果说分长的话 就想把他给生下来 然后 那你怀孩子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危险的呀 这个就看个人身体状况 但总而言之我认为基于你这样的身体状况 如果你们第一没有结婚 第二没有问清医生的专业意见 你是应该做好防护措施的呀 所以我 这还是不慎重吧 我跟他去北京那边做个检查 医生说有可能会遗传 当时他听到说 再过一段时间再检查 那个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出来 又等 那孩子怎么没的呢 就是快七 七个月 七个月 都七个月了 早想那个期待 期待绕紧 绕紧 所以说必须要把他做手术帮出来 这七个月的孕期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折磨 是非常 还好 只是后面的时候稍微要严重一点 所以对于你来说 其实虽然你自己感觉无所谓 感觉不算什么 但是事实上 一个正常的女人分娩和孕期 都是十分劳累的 对于你来说 这种痛苦肯定要增加数倍 这是肯定的 虽然你氏族 表现出很坚强 我也挺佩服的 那孩子没有了以后 你是不是特别痛苦 其实睡着很累秀的感觉 是啊 你明明听见了他的态动 你明明听见了他的心跳 但是因为你们在决定要他的时候 没有慎重的通过医学上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些方式 结果他来了却又走了 我说的没错 还是不够慎重不够成熟 才酿成这样的悲剧 才酿成你的愧疚 特别失望吗 是 流泪了吗 另外还有一方面 你妈妈说你 以断绝母女关系的条件 来要求父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有这事吗 因为当时是这样子的 我妈她特别疼我那个表哥 然后我就跟她说了很多很多 我说我像这个样子 我说我给你们挣点钱 是为了给你们养老 如果说万一有一天 我陪你们走得早 对吧 我还给你们留下一笔养老金 我说我也走得安心吧 但是她什么都听不进去 虽然知道父母要保护自己 但是你想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然后我就觉得 她并不是说不爱我 只是她爱的方式我接受不了 你妈把你宠坏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 听了这么多之后 我感觉其实这个男生很不成熟 她经历过一次婚姻 现在又跟你在一起 她选择跟你在一起 是比她要付出 比别的男朋友更加付出的责任 再加上她要有一孩子 这个时候她还不慎重 然后又和你有了一个孩子 结果七个月没了 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 特别的不慎重 如果我是她的父母 我一样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只是觉得你照顾不了我的女儿 这是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虽然说两位都不是完美的人 但是我觉得看你们俩在一起 我觉得蛮幸福的 特别是对女孩在看自己男朋友时的那个眼神 我现在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我也是这种感觉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是的 可能两个人都有过对生活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你们再往前走 就为了这爱情两个字 我愿意支持你们 助力你们往前走一把 我想代表我所在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网 去资助你们一部分现金 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往前走得更坚实一点 希望你们未来更幸福一点 宁差一段桥不悔一段婚 既然他们俩真心相爱 因为作为我这个已经这个年纪 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的人来说 我觉得能够找一个 找到一个精神上的伴侣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 但在这之前我想要说的是 就是国强我觉得 其实你现在没有资格要求少林的母亲一定要接受你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就是信任 但最难做到的也是信任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之所以她的母亲不信任你一定是在你之前的经历当中 或者是之前的这个接触当中 你有做到让她母亲不信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妈妈祝福你们 能够支持你们同意你们在一起 就从现在开始从每一件小事让妈妈感觉到你是真心实意的对少林好 然后让她慢慢的信任你 我知道这可能会很难 但是我相信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你一定有一天能够用你的真心打动她 谢谢 我特别鄙视那些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动不动让那些女人有了孩子或者是流产的人 更何况是这样的一个女生 她本来应该做好任何的充分的准备 但她没有 我不质疑她的心怎么样 我质疑她不成熟 此外 你的母亲她一直很好的合伙你 是你长到了今天 你要知道 一个正常的孩子带大29年都很不容易 更何况你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从你的母亲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男人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幸福 他让你遭受了一次丧欲之痛 哪个做父母的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不会痛恨 你在我手里好端端这么些年 不说父母不能给你爱情 但我能够给你爱 但是这个男人一来 不光给你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同时他却让你和我要脱离关系 请问你现在也算是一个孩子吗 你会是作何感受 好好地跟父母说一声感谢的话 对 跟你母亲好好说 这是我对你们之间的建议 好吧 推着她往前走 一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值得珍惜 即便生活中仍然有各种艰辛 真爱的力量会一直伴他们前行 少林 中国强 祝你们美梦成真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大家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机票 酒店UV券领不停 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你肚子疼啊 不是 我演的老太太 你为什么要演老太太呢 因为我最喜欢这个角色 你最喜欢老的快 不是 我平常是很爱美的 来来来 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洛孟涵 我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河南郑州 来自河南郑州的七岁的洛老太太 你能不能教教我们妍妍老太太啊 好呀 你想教谁 你教一个 长得比较帅气一点的 哪个啊 哪个啊 啊 你觉得她比较帅是吧 你学老头的时候 应该要捶着背 要捶着背 主要你得将来学老太太 许伟学老太太学最像 我学老太太最像 来 好赢 来来来来来 就是咱俩一老头一老太太的啊 咱们的还主着互相掺托着吧 对吧 老夫妻 风诸残年 老头子 咱们去看看小图孙子吧 看什么孙子 看孙子 天天就知道孙子 咱们的孙子 对咱们可孝顺了 就站在那边 咱们演的像不像 像 我告诉你 她们有一个最不像的地方 演老头老太太 虽然要弯腰 最关键是弯腰归弯腰 不能撅起屁股 所以说啊 还不是太神色啊 谢谢你们 来请坐 我们特别好奇 一个小女生这么可爱 为什么喜欢学老太太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老太太在你心目当中很慈祥 是吧 那我问一下你从哪儿学的呢 我跟电脑学的呀 我和爷爷一直在听戏 听着听着我就学会了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想当一个艺术家 你觉得什么是艺术家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有很多粉丝 还教很多很多学生 还能赚很多很多钱 那你会唱戏吗 会 你唱两段我听听 我看看你有没有当艺术家的笔子 来来来来来 你唱两段我看看 亲家母你坐下 咱们说说知情话 啊 走 亲家母咱都坐下呀 咱们随便拉一拉 老嫂子你到俺家 唱唱相互的大习惯 哎呦 还真有吗 你学了多久吗 我两次还是学的 都五年了呀 这个戏曲当艺术家 跟你的心愿有关系吗 没有 那我就特别奇怪了 你小小年纪 你有什么心愿呢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 想和爸爸妈妈照一张像 想跟爸爸妈妈照一张合影是吗 这太容易了呀 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实现呢 因为我爸爸妈妈 不经常回来 那你经常跟谁在一起呢 跟爷爷奶奶 原来爸爸妈妈 时常不在身边是吗 想他们吗 想 有多久没见爸爸妈妈了 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 回来两天 要趁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们悄悄地走 因为他害怕我伤心 跟爸爸妈妈想说点什么 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想说点什么 爸爸妈妈回来吧 你们别再走了 嗯 如果让你好好的畅想一下 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来想象一幅画面 画面啊 就是一幅画 里面有爸爸 有妈妈和你 你会想到这幅画面当中 你们三个人正在干什么呢 妈妈在 在给我做饭 爸爸在 在 在给我拿完 我在中间看着他们两个 这样的一个画面就很幸福了 是不是 特别想实现这个画面 我们今天找来了你妈妈 我们掌声有请她好吗 大家好 我是骆梦涵的妈妈 你好 来自河南郑栋 哦 来来来 你有多久没见女儿了 就有半年多了吧 忙什么呢在外面 在那边 外边一直都在打工 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的女儿 那我肯定舍不得出去 那没办法 她现在喜欢学系嘛 嗯 就一直在外边努力 赚钱 想让她走这条道吧 你刚才听说了她的愿望 刚才在后边听过了 你们就没有一张合影 没有 她都这么大了 怎么可能一张合影都没有呢 你但凡是回家过年也可以拍一点 拿手机拍也行 怎么会没有合影呢 过年 过年基本上都是我回家 爸爸基本上都不在家 就想在外边多赚点钱吧 就是你在 就她不在 是的 总是不能凑一块 凑不到一块 你想爸爸吗 想 肯定想 这孩子听话吗 在家里特别听话 就这一个吧 两个 还有一个小的 哎 那两个可以作伴吗 你还有一个妹妹还是弟弟 小妹妹 跟你在一起吗 在一起 妹妹今天才半岁 那你现在照顾妹妹吗 照顾 你能干嘛呀 我能抱着她出去玩 会喂奶吗 不会 我没奶 你会拿奶瓶子给她喂奶吗 我没奶 我说你会拿奶瓶子给她喂奶吗 会啊 所以照顾妹妹的感受是什么感受 很美 所以你也想爸爸妈妈这样照顾你的感受 因为也很美 是吧 嗯 就是她这个女儿这样泪眼巴巴的看着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很不老人 难道咱们就不能多抽一点时间陪陪孩子 就想多赚点钱 多攒点钱给她学唱戏 她学戏要花很多钱 是的 因为学戏的学费大概有多少钱 2万多吧 那确实是够贵 这学费都是按小时收费的 家离那个老师家还特别远 嗯 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 嗯 然后我爸就骑着摩托车 要不骑着三轮车 早上起来天特别冷 嗯 就把她放在三轮车里盖着被子 让她去学习 嗯 现在爸爸生病了 也没时间照顾她 然后我就回来了 不过这样想她们确实是她们有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半岁的女儿 是的 所以再加上她们高昂的学费 你们俩确实是得拼搏 是 理解爸爸妈妈的不义吗 理解 所以我才能理解你那句话 做艺术家能赚好多好多的钱 是吧 如果你做了艺术家的话 想给爸爸妈妈什么样的生活呀 给她买个高大的楼房 再给她们买买个很大的轿车 很大的轿车 嗯 但是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呀 对吧 虽然妈妈现在陪着你 但是毕竟家里要有生活开支的来源 爷爷现在怎么样 比以前好多了 哦 那你会照顾爷爷吗 会 我会给他吃水让他喝药 哦 这么乖啊 落梦寒 啊 可能有很多像落梦寒一样的留守儿童 在生活当中 虽然现在总是说放开了二胎政策 但是真正的要承担起两个孩子的家庭生活重任 不是所有的家庭 在不降低生活品质的情况下 都能够做到 我从你的脸上也看得出很多的无奈 这样的女儿谁不想天天在身边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生计 所以四位 你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这样的两个女人的眼泪之后 你们有什么建议和法子呢 小女孩特别懂事 她懂事超出了她的年龄的这个 目前的阶段 我们家老大爷和他差不多 就比较稍微小点 但儿子比不了 刚才 一看见妈妈流泪 马上自己就哭了 而且想今后要为家里做什么做什么 她非常懂事 我觉得非常单纯 非常急迫的愿望 就是赵玉璋和爸爸妈妈的合影 我们打领APP可以帮她满足 好 你们也愿意配合哦 跟爸爸去说 去请假就好了 其他的事我们帮她完成 好吗 好 谢谢 而且 这么可爱的小女孩 真的不忍心 把她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但是 没办法 这就是生活 因为我相信爸爸妈妈 是为了让她得到更好的教育 让她更快乐的成长 所以 我觉得你是幸福的 因为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对吗 其实就像 刚才你也说了 很多的东西都是跟电脑学的 跟爷爷学的 你一听就会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阿姨愿意去给你买一些 你喜欢的这个光盘 然后你可以在家里边 对着电脑去学 这样爷爷也不用天津骑车去送你学了 好不好 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边 在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然后你好好学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你给他们表演 好不好 谢谢阿姨 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其实 刚才曲总已经帮助实现了 但是我想再多创造一个机会 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跟父母在一起 留人游定制旅行 是做旅游的 我想免费送给你一次旅游的机会 跟爸爸一起去 对 这样的话 你有理由缠着爸妈 再跟他们多相聚几天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特别想对家长说 如果你夫妻俩 现在生活不是那么的富裕 你如果把这个培养孩子 上一校这件事情 当成一次投资的话 我觉得这个投资呢 有可能收不回来 是父母跟孩子在一起 给他的更多呢 还是父母出去挣钱 为了要上这个班 给他的更多呢 我倒建议你去衡量一下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我们真的不愿意看见一个孩子 从小就懂得在生活当中 真正的苦难是什么 他这个时候还需要太多的时间去玩乐 去畅想 否则的话 真的压抑了他的联想 所以你们时不时的 潜移默化的 不知不觉的 给了他挺多的压力 他才会想要这样去疼人 你们这么大的孩子 哪知道疼人呢 就是背疼嘛 是吧 罗曼海 嗯 记住啊 收起你的眼泪 不要在你妹妹面前老哭 她才那么一点大 她从小笑没学会 就学会了哭 那有啥意思呢 三个女人在一块哭啊 啊 你个傻里傻气的样 来 我们看看屏幕上是谁啊 是谁啊 我 你小时候那么丑啊 你现在怎么这么漂亮呢 这也是我 这也是你啊 你那个眼睛瞪谁呢 那是 是我妈呢 你妈嘛 这是在天安门啊 嗯 这个时候变得漂亮一点了 这是什么时候照的呀 这是我 这是我六岁的时候 六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大闹门了啊 这是谁啊 这是我爸还有我 我 你确实不太像你爸 那鼻子还有点像啊 为什么你跟你爸爸照相的时候脸上那么严肃呢 我看着你的照片之后 我觉得我女儿有希望了 这是谁啊 这边的是我妈妈 中间是我 这边的是我爸爸 哦 这是一个空白的相框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填满这张相框呢 能 你怎么知道能 我猜测 你猜测 你牙都没长全 都漏风 来过来我们看看这张照片能不能 把它每个人物都填满呢 你自己叫开门好不好 开门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洛宾 来自河南郑州 怎么说呢 也是 因为在外边想让孩子以后 换一个更好的生活吧 所以说每一年 大概也就回家十年半个月的 最多了 而且跟他妈妈也不一定是一块回去的 每次 为什么说刚才讲 走的时候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 因为几次 走的时候自己都哭 所以不想让他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说我们走的时候 就不跟他讲 自己都 该出去就出去了 那每次 在趁他睡着了以后 不敢说的话 今天咱们能不能把它都说一说 我觉得这女儿挺懂事的 你想跟女儿说什么呢 爸爸很爱你 我尽量会多多时间回家陪你 爸爸我也爱你 爸爸我也爱你 那接下来咱们拍照吧 嗯 我们就对着前面的镜头 都在女儿的脸颊上 搬一下 来 一二三 一张 好 再朝之前再来一张 一二三 新年快乐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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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孟寒能够一直健康快乐 你是在扮猴子啊 是的 棍子咋捂得那么差呢 你是在扮哪只猴子呀 美猴王 就这很美猴王啊 再来一下我看看标准性动作 这是猴子在看远方 来个猴子发怒 不会呀 我教你啊 猴子高兴顺专毛 猴子要发怒反专毛 对吧 我都是跟那个张金来老师六小林同学的 为什么要扮成这样啊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帮你拿着棍 大家好 我来自安徽省奔卜市 墨尔口镇大理村村民 我叫朱克良 在2016 祝大家猴年吉祥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 这也是猴子的拜法是吧 猴子哪是这样拜的呀 猴子拜是这样拜的 放头上去 你不会学孙悟空 你干嘛老扮成孙悟空干啥呢 因为孩子特别喜欢孙悟空 你儿子喜欢孙悟空 对对对 你儿子多大了 我儿子今年七岁了 他喜欢孙悟空 所以你就扮孙悟空 逗他开心是吧 对对对 他要是喜欢猪八戒咋办 那我就扮演猪八戒呗 好爸爸 只要儿子喜欢 就把自己扮成什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童心 你是干什么的工作的 我是卖西瓜的 你的工作跟八戒有关呢 现在改成孙悟空卖西瓜了 我是在合肥街头扮演孙悟空的模样 卖西瓜 儿子特别喜欢孙悟空 所以我在儿子的心目中就是七天大圣 无所不能 你们有谁为了自己的孩子喜欢 而把自己扮成一个卡通人物过吗 没有过 你们都不如他 今天儿子来了吗 今天儿子没有来 怎么呢 因为孩子昏迷六个月了 孩子怎么了 孩子在2014年3月7号 因为高速不退 到我们本地医院去抽血化验 查出来孩子犯了白血病 在五岁的时候 这已经快两年了 对对对 两年了 我明白你扮这个孙悟空什么衣服 他刚刚下来的时候 他那样子真是笨主 根本不像一个扮孙悟空的样子 他脸上一点都不放松 他很拘谨 而且他很忧郁 他一点也不快乐 不开心 是吧 这么一说我们才能理解 对对对 我感觉他是在委屈自己 为了讨儿子开心 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儿子叫小龙龙 小龙龙 现在还在昏迷 这个医生说病情怎么样 在2014年3月7号 孩子查出来病之后 我不敢相信 我怕有什么 万一有什么误差呀什么的 最后我又把儿子带到杭州阿宝 在孩子确诊之后 医生就问我 他说你孩子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也就是血癌 当时医生就问我 家庭情况怎么样 我说毕竟一个农村人 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说既然家里情况不是很好的话 在我们这里 像你这种家庭是看不起的 你家有几个孩子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 上面还有两个女儿 是唯一的儿子 对对对 来我们来看看小龙龙 有一段短片 六岁的龙龙 曾经是个喜爱孙悟空 健康快乐的小男孩 两年前被确诊为白血病 坚强的龙龙经历了骨髓移植 挺估了急性肠道排异反应 康复回家是他最大的心愿 你听到这 你听到那老家有个广场吗 对 那广场很好玩的 他相信 孙悟空能够带给他奇迹 更感恩曾经帮助他的好心人 好心人 新年快乐 如今 龙龙因皮肤排异 已经昏迷近半年 愿孙悟空能再次带给他幸运 他怎么嘴唇这都是黑的 因为他排异 所以吃这个激素 吃繁保素 他嘴上面都会长毛 这个治疗的日子肯定特别苦 再加上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对对对 这儿子听话吗 小龙龙他很听话 很懂事 很坚强 他在生病是五岁 但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能承受比一个正常大人还要坚强 首先因为像小龙龙 他这种白血病的孩子 在化疗期间 他一般他都要输液 在输液这种化疗药的时候 他是做的是PSCC管 血管里面 一直从他的胳膊一直插到他的心脏 但是我们小龙龙 他都没有哭 当时我有点奇怪 我说你怎么没有哭呢 我说你不疼吗 小龙龙跟我说 疼 他真的很疼 他说因为我不能哭 如果我哭了 爸爸妈妈也会哭 也会伤心 也会难过 我能感觉到孩子特别坚强 第二次孩子在移植过之后 在一个礼拜 孩子开始出现拉肚子 拉肚子拉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孩子就出现拉血 在拉血拉了将近两个月 当时医生就跟我说 我们该用的药已经给孩子用上了 但是我们确实无能为力 然后医生让我放弃 我就跪在医生的面前 我跟他说 我说不管怎么样子 我们已经坚持了这么多久 孩子也这么懂事坚强 我说我相信孩子一定会好的 医生给我下了一张病委通知书 让我签字 我也签了 签完之后我就到病房里 看龙龙 然后龙龙就问我 他说爸爸你跟医生在外面谈话 是不是医生说不给我治疗了 我说没有啊 我说医生说只要你一段时间不吃饭 不喝水 我说你的病就会好 我们就可以回家上学了 然后孩子啊 他二十天没有吃过一口饭 没有吃过一口水 像我同病房的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小龙就拿被子把自己盖起来 他说我眼睛看不到 我就不饿了 所以我想几岁的孩子 他就这么坚强 他为了能活下来 他也没有选择没有办法 孩子很瘦很瘦 但是孩子有一个愿望 他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为他说我在医院里面 已经住了六个月 我没有出过院 但是我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 我拿着手机 然后到外面啊 到公园去 拍一些视频回来给他看 最后我就从上公交车那一刻起 我边拍视频 然后我边说话 我就说龙龙啊 爸爸拉着你的手 我们现在开始上公交车了 然后一直拍到我下公交车 然后我还是跟龙龙说 我说龙龙 这时候爸爸拉着你的小手 我们开始下公交车了 爸爸带你到公园去看 你很多你喜欢的 像比方小鱼啊 像很多花呀 你都没有见过的 今天爸爸全部都让你看到 然后我到公园里面所有都拍一遍 然后我到医院 把所有的视频都给孩子看 在那一刻 你知道孩子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爸爸谢谢你 你为了我你辛苦了 当时听到孩子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我眼泪根本控制不住 我的心都在滴血一样 太懂事的孩子 孩子在表现出自己对大人的心疼的时候 往往是我们内心最感伤的时候 所以我感到这个孩子 我必须要救他 不管付出了多少 因为我们做父母的 孩子就是我们的心头肉 所以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 了解 龙龙心里面有一个齐天大圣 对对对 其实在孩童时代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齐天大圣 对对对 他每次都是把我当成齐天大圣 什么都可以 治疗治疗您花了多少钱 花了五六十万 有没有遇上一些好心人帮助您 这个是很多的 尤其在河北街头卖西瓜 有一些很多好心人 从早上九点钟过来开始 一直给我卖到晚上十点钟 所以当时我也很感动 唯一有一个大哥 是我最感动的一个大哥 因为他是捡垃圾的 他到我那里 他看我们大家都在卖西瓜 给孩子除医药费 当时他就跟我说 他说兄弟 他说你一定要挺住 但是呢我没钱 我也想帮助龙龙 他说我可以把我的骨髓 捐献给龙龙 我当时感动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 真的是无私的费献 往往是在一些病痛面前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真心的东西 对对对 很多真心 对对对 并不是说是钱 你今天的心愿也与此相关吗 对对对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 为小龙龙 收集孙悟空的祝愿 希望小龙龙赶快好起来 叫我一生爸爸 好 为了收集孙悟空的祝愿 对 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家小龙龙特别喜欢孙悟空 有时我在跟小龙龙说一些孙悟空的故事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的反应 偶尔呢他还会流泪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孙悟空和我一起 把我们的小龙龙唤醒 你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多少 现在还没有收集到多少 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 最大的心愿是 通过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能找到这种 针对我们小龙龙的这种专家和医院 能治疗我孩子的病 换骨髓吗还是 对他换过骨髓 他因为小龙龙有一个皮肤排液 然后吃的环保素 然后吃的比较多 已经做了骨髓移植 对皮肤排液 引起了他的白痴脑病 然后孩子就是眼睛失明 然后抽搐 最后孩子就是脑部神经已经受损了 变成了白痴脑病 现在完全已经瘫痪了 那现在我们能帮助你们什么 你要怎么治疗呢 因为我们在河北血液科这边 医生他们只会治白血病 但是他们对脑部神经受损这一块 他们完全不懂 其实就是骨髓移植不用再做 对对对 就是要做骨髓移植 所产生的其他的副反应 像脑神经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 是吗 然后我这种脑部神经受损这一块 我也找到了很多医院 然后到那边那边的专家 他说因为你孩子 如果说纯粹的一个脑瘫 或者是白痴脑病 我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但是因为你的孩子 他是白血病引起的 身体里面有血液病 但是我们对白血病不懂 我们在治疗脑瘫这一块 就懂这个的不懂那个 对对对 懂那个不懂这个 需要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综合性的医院 对对对 来做 所以说我们真的很为难 因为毕竟孩子已经昏迷了六个多月 一直在床上起不来 我们也很着急 这个龙龙爸爸你好 你好 这个白痴脑病呢 是一种压极性脱随窍脑病 对对对 这种病呢 一般多发于这个免疫功能低下 而什么情况下会免疫功能低下呢 白血病化疗以后 对对对 这个病呢 死亡率非常高 就失明啊 昏迷最后死亡 但是呢 我们也愿意为你努力 北京呢 神经科专家很多 如果你想找谁 你可以找我 通过我呢 帮你联系 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呢 都是神经外科的专家 神经内科专家 那所有这一切 我们都做过以后呢 我个人 我们梅尔木医院 也愿意在经济上 给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谢谢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种 父爱的伟大 你的心愿 我以为是让大家帮助你 去治孩子的病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站在那个原点上 你说出来的心愿 竟然是收集 所有的孙悟空的祝福 这一点也是让我 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那些粉丝 通过我们的观众 然后呼吁大家 然后把自己都扮成 孙悟空的样子 然后给你收集 这样的祝福 如果在未来 求一问要的道路上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贝拉圣姑也愿意帮助你 谢谢 谢谢 每个父亲在孩子的心目中 都是齐天大圣 的确是这样 但是现在齐天大圣 的确是束手无策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帮齐天大圣 就如同在西游记当中 齐天大圣每一次 遇到困境的时候 会有那些天兵天将来帮助 我们非常愿意 做那些天兵天将 达令APP愿意 资助一些费用 去医院问药也好 去找专家也好 包括住在医院里 都是需要费用的 我刚才仔细听了 你的经济来源 其实也是蛮微薄的 所以我们这边愿意 给您费用方面的资助 好的 谢谢 每个人心目当中 都有自己的一个 齐天大圣 现在扮演 齐天大圣的时候来 如果您知晓 隆隆所得到这种病症的 相关资料 有相关的一些治疗方式 或者有某些推荐 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让我们一起 为隆隆的病 出把力 给他一份温暖 接下来又有份礼物送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老老你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苏悟空 嗨 老老你好 我是来自河北的苏悟空 老老你好 我是湖南的苏悟空 嗨 老老你好 我是来自县经的苏悟空 嗨 老老你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苏悟空 我是来自乌兹北的苏悟空 我是泰国 苏悟空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苏悟空 我祝你早日抗複 我希望你能抓住心来 陪我一个儿玩耍 你指定蛮好 祝你身体早日健康 我此够的熟悉成长 龙龙加油 龙龙胸圈 龙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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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龙龙加油 龙龙加油 龙龙小朋友 你好 我是你看过的我们中央电视台 有个电视就叫西游记 对吧 我是扮演美猴王孙悟空的 听到你的故事 我非常感动 你那么小 意志非常坚强 很有毅力 所以我呢 希望你学习美猴王那个精神 拼搏 进取 不屈不挠 永不言百 咱们还得乐观向上 高高兴兴的 是吧 配合我们一生的治疗 一定能够战胜病魔 在这里 我祝愿你们全家 猴年吉祥 万事如意 感谢网友 感谢张天来老师 六小龙龙老师 他们对于孩子的祝福 代表着我们的全社会 很多有爱心的人 想送给龙龙一份温暖 虽然这份温暖 不像资金的嘛 在治疗上 那么现实 但是我觉得 对于龙龙的精神力量 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对 但是最关键的 还是你这个大胜 因为 你是龙龙的偶像 你是他的英雄 好吧 好的 行吧 孙悟空再见 愿这祝福能带来奇迹 愿孙悟空的精神 能够带给他们力量 愿龙龙能够醒来 愿这坚强的父亲 能听到儿子 再一次喊爸爸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领不停 感谢优惠网 土豆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俱立 对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世纪家园 对于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 下载万十打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十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节节目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有任何的 幸福心愿需要实现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幸福来敲门 我们在这儿 等着你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